3月2日至12日 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 访问了俄罗斯欧盟总部 波兰 乌克兰 德国和法国 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同相关各方举行会谈 深入交换意见 穿梭 斡旋 传递信息 各方高度重视李辉特戴的此法 对中方劝和促谈的努力 表示赞赏 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 已经两年多了 两年多来 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为止战凝聚共识 为和谈铺路搭桥 当前战事仍在持续延宕 局势还面临着升级外溢的风险 最紧迫的就是恢复和平 中方真诚希望 有关各方展现政治意愿 推动局势降温 为尽早实现停火 建立均衡有效 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 共同努力 中方将继续坚持劝和促谈 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发挥建设性作用